先看到那個頭版頭新聞的時候 其實我這哈哈大笑 因為就覺得 這麼沒有邏輯的事情 可以放在頭版頭 但是後來 我看到總統府跟我們的蘇院長 紛紛跳出來回應 煞有介事回應之後 我變得非常的憤怒 這明明就是一個 沒有求證的新聞 沒有求證的新聞 然後總統府跟蘇院長 可以出來回應 那你不是在幫假新聞 或是沒有求證新聞 又製造了新的新聞嗎 他的操作手法就這樣 發一新聞出來之後 各種就開始來炒作 然後讓大家覺得說 你看果然台灣現在 中國勢力介入這麼嚴重 台灣都被買光了 本專都被買光了 然後目的是什麼 要製造在他修法的正當性 就是你看台灣現在果然 假消息衝刺 所以一定要修法 嚴格的控制 但是這個我覺得 他就會製造這種恐怖的氛圍 但是回我頭來 我覺得剛剛就你講沒錯 台灣人民不是笨蛋 去年1.12.4就這樣了 你再來還這樣做 台灣人民真的不是笨蛋 你這樣能讓大家看不透 你的手法是什麼嗎 所以我在這邊 我們到立法院要求 你既然院長敢這樣說 我要求你立刻把 全部調查清楚 跟大家公布 再告訴大家最後證明 這一定是一個假消息 其實很多民眾可能選出以後 有很大的失落感 但我看總統府跟孫昌院長 還有這洛委會回應 其實他們自己也很小心 應該不至於敢 隨隨便便去影響到新聞自由 我想在這部分我也看 他們可能也沒有做到任何的求證 所以目前當然發言都只能 他不知道事實 他就可以開記者會 記者會可能人家問 他就必須要回答 我再看一下 其實在這部分 為什麼會針對 《災防法 糧食管理法》 這其他的法令 去做假消息的這個醫治 我想他有特殊的目的在裡面 因為畢竟如果有這樣的消息 造成一個 整體社會的一個損失及影響的話 我想這也不太對 但現在就一個公民教育的時候 你如果說真的像立委所講的 因為有一些消息 然後讓大家聽得不愉快 就要來調照 我想一般民眾 是無法接受這樣的事情 大家都有閱聽自由 都有自己說話的言論自由 如果這樣做下去 可能對民進黨是一個重傷 所以我認為 目前大家提是敢提 但做 我想還是不敢 這麼貿然的去做 你說這是為了選舉的造勢 先提再說 先衝再說 讓大家回應一下 民眾的一個想法 我們支持者可能 都有多半是這樣的意見 可是現在支持者搞不好 對於這樣的意見 是很支持的 我們會輸就是因為這樣 因為檢討報告告訴我們 我們會輸就是因為假新聞 所以現在來處理假新聞 我們就會贏了 但我想這是大部分民眾 要達成一個公約數才有辦法 不是某部分的支持者覺得說 這樣你就要去 把一個電視台調照 我想這是不公允的 我想大部分民眾 還是無法去支持的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NCC沒有辦法去做全面的管轄 剛剛這個霍仁哥也有講了 沒有辦法做全面的控制的時候 包括報紙也管不著 網路管不著 所以其實很多NCC的漏洞 可是能管的時候 他管得拿出來的標準 又沒有辦法服眾 最簡單一件事就是 假新聞誰來定義 這個問題從蔡政府執政以來 大家問了好多好多次 一瞬間彷彿蘇院長 然後我們總統府發言人 大家都成了新聞學的專家 但顯然他們不符合 這個NCC召集人講的 因為他們都不是新聞的相關背景 可是他們在評論假新聞的時候 一個說的比一個還頭頭是道 剛剛說的報紙網路 NCC管不著手 摸不到 那就會發生很多立場 偏綠的報導 在報導這些新聞的時候 就會享有剛剛議員講的 那一種新聞自由 可是當立場不偏綠的媒體 在報導的時候 假新聞三個字的標籤 往往就很順手的就貼上去了 過去非常非常多例子 我們都看得到 自由時報在前一陣子 在報導謝龍介幫張漢中駐獎的時候 他的標題是下 靠一個韓國瑜溫死的 而且還寫受害者現身說法 可是對照其他的媒體 長得都很清楚 明明他的意思是說 靠一個韓國瑜是不夠的 應該要更多人齊心來努力 不可能只靠韓國瑜 可是到了自由時報的撰寫角度 就變成靠一個韓國瑜溫死的 還說網內互打是國民黨的特產 然後還說受害者現身說法 請問有哪位府院黨高層 出來表示過任何意見了嗎 很顯然沒有 剛剛前面幾位都討論過 這一次的說要收買帳號的東西 截圖就是一個殭屍帳號 第一 真的是有人要買嗎 還是說是有人申請一個帳號 到處去作亂 不知道 另外就是聲稱 我覺得最有趣的這一點是 那些聲稱被看上 要被買的那些網頁 都是偏綠 而且大部分都是挺小贏的 各位可以試想 今天如果我要大量去收購帳號 來散佈一些言論的話 我相對來講我是不是應該先找一些 比較中性一點的粉專 這樣子我立場轉彎的時候 不會那麼明顯 我如果找這些立場 跟我不一樣的人要去收買他 不就像這樣子三兩下截圖 就都被人家貼出來了 我怎麼達成我要散播言論的這個目的 如果這個帳號是真的有意要收購 這些偏綠的粉專來散播言論的話 其實我覺得蔡政府也不用太擔心 顯然這黑手智商也不是太高 真的 佩玲在講了 佩玲就直接講了 然後我也就跟進 我去看了很多 貼出他們說被訊息要買 粉絲專業的這一些粉絲團們 其實都是每天在PO 批評韓國瑜 馬英九國民黨 然後小英好棒 唯一支持蔡英文 真的都是這些粉絲團 你看這是不禮貌相名粉絲團 這個人就是剛剛聶詠 同一個人對不對 這個人現在已經找不到了 已經找不到他的訊息了 我剛剛特別去找 又少了一個 對 每一個都不見了 這個叫謝淑芬是不是 這個女生 他寫給也是其中一個粉絲團 你要不要買粉絲專給我 不同人有沒有 拿不同名字 這個也已經都 就是這個賬號在那幾天 也是4月1號有沒有看到 在愚人節那一天 大量的PO出來買粉絲之後 第一個點就是 都是4月1號愚人節 是不是可以做二週券 我不知道 第二個就是都是PO給 批評國民黨支持蔡英文的 這一些粉絲團 問他你要不要賣 第三個就是這些人 收到以後都氣噗噗告訴大家說 我的熱情是你買不起的 然後就PO說 中國網軍要來了 可是我不懂 我不懂他收到這個訊息 訊息就在這裡 大家可以直接看 我給大家看 你怎麼判斷對方是中國網軍 我不知道 好 還有第三個 這些東西在網路上有沒有人 有可能要買粉專 我相信有 過去就有一個來 大家看一下 記不記得在選舉前的時候 有一個人說韓國瑜是黑道 在PTTPO文 PO這個PPT文的人是誰 他跳出來說 不好意思 我幾年前早就把我帳號賣掉了 賣帳號早在PTT就行之有年了 有人想要買帳號 這個東西我覺得並不奇怪 所以回到前面 是不是真的有人要買粉專 我不敢說 我是沒有收到 可是這些想要買粉專的人 你如何界定 他就是中國大陸的網軍 難道PTT這些也是嗎 所以今天基本上講 還是那句話 有人想要買粉專的事實 是不是愚人節的玩笑 還是真有其事 先做界定 請行政院的新聞澄清專區 跟相關的政府機關 趕快把這些人找出來 我們行事局有個針灸隊 他是可以根據IP帳號去找出來的 可是我現在就跟大家講 或許這個事情不會有答案 不會真的跑去找 這一些想要買帳號的人 到底是誰 現在的討論基礎 已經上了某報的頭版頭 都告訴你是中國網軍了 可是你連他是誰都不知道 你如何判斷他是中國的網軍 就別親人了 聽說 口音 高騰號的人 也請 Nexus 有 感谢观看